鹿港天后宫香火鼎盛 光明灯年年都抢手 今年11月24号开放点灯作业 动涨20年的价格撑不住了 真的是撑不下去的情况下 在明年我们来统一调整 往上调整到每一灯800块钱 十一柱形商荷包 现在连点光明灯都要涨价 像是光明灯 安太岁 文昌灯等等 全年均一价600元变800元 荷家平安斗也是3600元 涨到3800元 财运亨通斗则是价钱比较高 维持8800元 那个几年来办一次太岁 安个新安的 多200块可以 应该是维持原本就好了 就是会考量 就是安全家的就好了 不要安个人的 庙方指出会涨价除了人事成本增加 还有骨骑设备维护态患 才会决定摇压寒涨 其中财运亨通斗的斗手 只有一盏要价50万元 被称为是全台湾最贵光明灯 但连续六年都是由从事营造业的 高兴女子点走 今年再度被她夺下 总计已经砸下350万元 反观彰化南药宫将会维持原价 点灯收费都是500元 章话南药宫点灯没有涨价计划 但来到鹿港天后宫要多掏出200元 信众普遍都能接受 毕竟光明灯一点就是一整年 平安比什么都还重要 记者陈盛雲询问李云杰 转话报道 海荒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喔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喔 感谢观看